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巴西央行又宣布升息50个基点 这个是连续第12次升息了 已经把它利率升到13.75 那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央行7月升息 总共一个月升了1200点 加拿大央行升最猛100个基点 这是创下1998年加拿大央行最大的升息 另外美国联准会升息也不弱人后 75个基点G10 五大央行G10里面的五个央行 整个7月升了325个基点 G10今年以来总共升息了1100个基点 另外新市场7月升息850个基点 今年新市场国家总计升息了5265个基点 这个可是去年新市场所有央行升息的 double了 去年总全年升2745个基点 今年才到7月就升了5000多个基点 就是说这全世界这个货币紧缩 央行的全面的这个货币紧缩 是持续在进行 另外联准会有可能9月还要升3码 现在看起来这个鹰派的声音又起来 我们赶快来请教富然柯林投过梁佩玲协议 佩玲你好 沐华大哥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到两码还是三码 一下两码一下三码 其实以目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来看的话 其实大概是55个percent几率是两码 三码的几率大概是45 其实这跟之前前几天就是在联准会公布利率会议 7月28号那天公布利率会议之后 那时候本来预期可能9月份应该就是升息两码的几率 其实高达有八成以上 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就是在这几天联准会官员鹰派谈话之后 这个对于三码的预期的确有在增加 但是除了这个9月份升息 不论是两码或三码 但基本上就像沐华大哥提到的 还是在一个升息的一个循环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 原本就是在上个礼拜联准会利率会议之后 本来大家预期明年3月之后就会开始启动降息 但现阶段预估是说 这一次9月份升息两码或三码之后 11月份还会再升息两码 之后会一直按兵不动到明年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降息的预期 随着联准会官员出来喊话之后 已经大幅的一个降低 就是消退了 所以这反映了出来 就是在美国的两年期或十年期公价值利率 最近这几天都出现了一些谈升 但我觉得谈升的幅度其实还不算大 因为如果以美国十年期公价值利率 这一波的高点在6月14号 大概是在3.47个percent 8月1号降到波段的低点是2.57个percent 短短的一个多月左右就降了90个基本点 那最新是大概是收在2.7左右 那我觉得以目前的一个券商预估 以十年期公价值利率 大致上可能年底之前 还是会回到可能3.15到3.2附近的一个水准 所以以目前的一个值利率水准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有谈升的空间 只是这个谈升的一个速度 应该不会像今年上半年来的那么的一个猛烈 最主要就是搭配的目前看到的像是经济数据的一个部分 经济成长动能是持续在放缓 那虽然说目前看起来 接下来美国8月10号要公布出来的CPI通膨率的部分呢 可能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档的状态 但是如果就部分的领先指标 像是一些ISM的一个制造业或服务业指数里面的 一些价格支付指标 都反映出供应链的问题已经开始有一些缓解 然后支付价格的部分也开始出现下滑 这部分都会降低 未来可能就是让通膨有机会是开始慢慢触顶之后 往下走这样子的一个预期 那只是说现在通膨放缓的一个速度 可能还不会去改变联准会 现在就要去改变它现在升息或者是紧缩的政策立场 所以对股市来说的话 目前真的就是这一波的一个像样的反弹 基本上最主要还是除了刚提到了反映了 加加先前期待 就联准会政策可能先转鸽派 但这部分预期我们觉得可能是有一点落空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就是在于 其实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算是放缓 但是不至于太糟 还有在整个切财报的部分 也是有一些杂音 但是整体来看还是有一些亮点出现 这部分都是支撑美国股市 但是目前这一波七月以来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 比较反弹的一个格局当中 好 那美股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些银派声音而下跌呢 反倒是出现明显的走高 这几天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当然会有一些震荡 这当中我觉得这几天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企业财报的一个支撑 那就像我们今天凌晨看到的就包括了像是PayPal 或者是星巴克这部分的一个财报 其实都是比预期来的好 甚至在疫苗股莫德纳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总结来看 这一次美国已经公布出来的第二季的财报 大概有七成的企业已经公布 那获利优于预期的比例是77个percent 跟过去五年水准差不多 那整体的获利预估是成长8.4个percent 其实比起原本大家预估可能只有4点多个percent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成长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那这当中答案其中是以向能源啦 工业或者是原物料跟房地产相关的类股 获利成长性比较高 那获利表现比较差 出现衰退的主要还是集中在金融 跟通讯服务的部分 那因为通讯服务很大部分 已经不像我们过去可能提到 像是什么中华电信 或者是那种T-Mobile 这种比较稳定的电信运营商 因为现在的通讯服务产业 包含很多是在网路类股 那这部分受到广告支出的一个影响下 它的广告支出未来的一个表现下滑的 一个状态之下 就拖累了通讯服务类股的获利表现 那就整体来看的话 还是有出现了一些 就是整体的获利表现算不错 所以即便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刚刚提到了 虽然美债殖利率 最近出现了一些反弹 但是因为正好有企业财报的支持 那这部分就带动了股价 是延续在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 好 那美股会涨到什么时候 你们的估计 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说 有可能第三季是比较差的行情 但没有想到第三季 反而是一个不错的行情 这有点出乎市场预料之外 应该是说 第一个我觉得就 应该还是强调我们 第一个我们目前还是认为 美国股市现在还是在一个 比较偏箱形震荡的一个整理 那这当中它还是会是需要一些 反复彻底的一个状况 那只是说因为七月份 有一些财报的利多 再加上联准会 大家对于联准会政策的一个期待 所以这部分让美国股市 出现了很强劲的反弹 那如果就技术面指标来看的话 目前三大指数 都正好站上了半年线左右 那我觉得如果一等幅测量 的确是有机会向上去挑战年线 那如果以石坦普白指数来看 目前的年线价位 大概就是在4342点 大概就是在4300点附近 的确还是有可能 4个percent多的空间 那如果以NASA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在13600点附近 大概有7个percent的空间 但因为我觉得年线 还是在一个下弯的一个走势 所以要完全去站上年线 或者是等到年线开始往上扬 这部分可能还是需要时间 所以以目前我们的一个预估 八九月份有可能是维持在一个 就是往有机会去挑战年线 这样的一个价位 但这部分就像刚刚提到的 其实年线我们觉得这部分 还是会面临到一些反压 所以这部分可能碰到年线附近 还是会有一些 再回档去测试底部 那不至于会再回到 就是前坡的一个低点 那么糟的一个状况 但是它就会形成是在一个 反复彻底的一个情况 那我其实刚刚莫华大哥提到了 其实美股这一波的反弹 其实算是蛮强劲的 但其实我们观察到 在过去美国股市出现 熊市的一个状态 像是2000年那时候 网通泡沫 它那时候股市大概经过了 三年左右的时间震荡逐底 那其实这当中呢 在这三年当中 它有十个月左右 都曾经出现单月的涨幅 是超过了有一成 所以这也就是 其实在美国股市 它虽然是目前可能 还是比较偏向于 熊市的一个反弹 但是熊市的反弹 通常也会是一个 会有一些波段操作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 提醒大家说 就是你手上千万不要 完全是没有持股 即便行情可能是比较波动 或者是景气基本面在恶化 但是你还是要有 一定的一个持股 那这当中还是就是可以采取 就是比较买低卖高的一个 策略来做一些波段的操作的机会 好 那AMD的财报不好吗 对 那它股价也没什么跌吗 对 那这个看起来 今天晚上搞不好 AMD还能涨呢 是 那其实这一次 其实在科技股当中 我们其实发现到 蛮有趣的一个状况 就是第一个除了就是在 我们所谓的广泛的科技股 就是包括了像是网路啦 这种可以看到就是 受到广告支出这部分影响 相对比较沉重的 就是一些中小型的网路股 那反而像Alphabet啦 这种表现就比较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于 消费性电子的一个相关的 或者是部分像可能AMD这种 它的财报或财测 还是相对比较受到比较疲弱的影响 但是股价为什么不跌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 有可能部分也是在开始去期待说 就是包括了美国通过了 晶片法案 未来会有更多的一些 在整个半导体制造的一个部分 回流美国 好 我们这边先稍待一会儿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刚刚讲到这个晶片法案 美国不要成熟制成 只要先进制成 台积电投资120亿美金 在阿里套纳设厂 这是三奈米 那今天成熟制成的联电 公告7月营收248.27 表现虽然是持平 但是较上个月 只有违增了103万 连续10个月营收创高 但是呢 已经开始出现月比增幅 出涨不动的情况了 年增35.18% 那前7月年增呢 是37.75%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 日本的太阳诱电 MLCC大厂太阳诱电 财报很难看 所以MLCC大厂太阳诱电的 股价是大跌的 他今年 2022年年度的第一季合并 营业利益年减了13.2% 22% 13%多 那美国晶片法案下周啊 会由拜登签署立法 那这个半导体材料的商机不小 所以跟进在美国这个扩产 或者说到美国去投资了 一些气体的啦 或者说做一些耗材的啦 都有跟进到美国设厂投资的状况 另外刚刚谈到这个布拉德啊 喊话这个鹰派的喊话又出来了 这个布拉德一下割一下鹰啦 那布拉德呢 呃因为他的喊话关系 所以美债殖率创下2000年来最严重的倒挂 也就是两年期跟10年期啊 这些长短天期的殖率出现了复写率 倒挂是2000年以来最严重的情况 这个也显示美国后面啊 非常有可能就是会出现经济衰退啊 那另外史上最小增产幅度 OKOPEC Plus决议9月只增产10万桶 但是油价反而是大跌 这要请教一下富然克林的梁佩玲协理啊 这个佩玲为什么OPEC宣布史上最小的增产 反而油价出现大跌呢 我觉得呃第一个如果就油价走势来看的话 当然其实呃它的最小增产的一个状况 当然其实呃主要还是反映 就是目前的一个供给面其实是比较吃紧 但是油价下跌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是在于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 那这部分影响到对于原油需求的预期 但基本上我们回到了就是如果以目前的确 全球经济是在一个放缓的步调 那尤其像呃这当中呢 其实中国受到疫情比较反复 还有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的确最近出来的一个七月份 采购经理人指数又回到了萎缩区间 那欧洲的部分虽然有一点优于预期 但是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疲弱的状态 而且欧洲的经济如果以券商的预估 都是认为接下来进入到衰退的风险还是蛮高的 所以在这当中可能美国的经济 可能还是相对扮演比较稳健的一个角色 这当中我们从今天凌晨像是ISM的服务业指数 还是回升到了三个月的一个高点到56.7就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制造业指数是降到了两年多的低点 但就整体来看的话 美国经济应该还是会维持稳健 虽然未来有可能出现衰退 但是衰退的幅度应该是比较轻微的 而并不是一个深度衰退的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如果就整体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这部分就会去牵动对于不论是能源需求 或者是原物料价格的一个走势 那从7月份以来 其实可以看到商品价格都出现比较剧烈的一个波动 我觉得主要就是在反映这一块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们现在这个 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网络上面留言 我们版面上留言 非常的这个热络 为什么问题 他要对这个奶奶来台湾 有不同的看法跟立场 我们都予以尊重 都予以尊重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这个OPEI Plus也是为他们最大的利益 对不对 他们史上最小增产 当然他们也是希望油价能维系在高点 让他们多赚点钱 这个OPEI Plus包括俄罗斯 包括沙特地阿拉伯 一定都是这样想 我干嘛要增产 所以增产10万其实是有一点就是 交差 就是不甩拜登的意思就对了 但是油价还是跌 那也就拜登大概心里也贫富一点 你看吧 你不增产 我油价还是打下来了 对不对 有打到90块了 那OPEI Plus 他们当然希望油价在高档 就是说至少维系在90到100美元 这个区间甚至更高一点 让他们多赚点钱 那美国 请问佩玲 或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 美国他为了是 他是为了台湾利益 还是为了美国利益呢 美国议长 他是为了美国利益 还是为了台湾利益 来台湾吗 我们从人性跟国家利益角度出发 如果他美国国会议长 裴洛西他不为美国利益 那他拿他当什么美国国会议长 是一定的 对不对 美国总统拜登 不为了美国老百姓 全国的利益 他当什么美国总统啊 那你今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如果不为了中国利益 他要为谁的利益 所以每个国家 他都为自己的利益嘛 这是一定的嘛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这件事情看得清楚了 就回到说为什么美股涨 美股涨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全世界越乱 美国就越安全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心态吗 不要买台股了 去买美股 资金不就全境美国了吗 那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心态 不就是这样子了吗 所以你说最大得利者是谁 是谁 美股涨就证明这大得利者 不就美国吗 其实 不是就这个意思吗 全世界越危险吗 美国就越安全吗 而且第一个 美元一定是会成为最强势的 危险货币 那资金就会回流美国了 美债不是也就相对稳住了吗 但我不是 我们没有那个意思说 美国在全世界制造混乱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我只是说 每个国家从他国家利益出发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是对我赞成这个说法 因为就像其实他为什么会来 当然其实或者是 当然背后有一些政治考量 其实包括了选举 虽然说他可能今年要 就大概有人称他这是毕业旅行 那其实就是在于 目前民主党的一个选情 是很低迷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那当然最近就是 当然因为这个礼拜 就是台股在前几天的时候 是出现比较大的 包括了外资的卖潮 还有比较剧烈的一个波动 所以我看这几天 其实很多的国际机构 机构法人都开始 就是持续在评估到底 培罗西访台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其实最直接的真的就是在于 美中这两大国家 会加速的脱钩 那包括了就是 包括了最近的晶片法案 还有他们对于中国 半导体的更严重的一个 防堵跟制裁 那这部分的一个趋势 第一个对亚洲来说 一定是造成他的 可能未来股票投资的 溢价风险就是对外资来说 他会觉得我要承担一些风险 这部分可能会 希望我的报酬率 是可以更高的状态之下 才会让他们资金愿意进来 那第二个我觉得 真的就是在于美中情势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 一天两天发生的事情 从2018的美中贸易分争 一直到现在 只能更加证明了 未来这个趋势或情势 只会更加的一个恶劣 那这部分当然就会造成 供应链的重组 或者是整个未来全球的通膨 或者是地缘政治 这部分是更加的一个纷扰 那就会造成 其实真的金融市场的波动 只会越来越大而已 好 所以我结论一下 佩玲刚刚所讲 我也很认同 就是没有平静的日子 可以过了 对不对 没有平静的日子 还是要投资 因为真的还是要靠投资 钱要花 钱要花一花 谢谢梁佩玲 谢谢 谢谢